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楓 今天就在這裏和大家介紹一下這支我自己出品的吉他Lily 叫Flowa Premium 為什麼一開始我會有做這支吉他Lily的原意呢? 主要是因為我有兩種學生 其實經常都跟我反映一個問題 就是他沒什麼時間去練吉他 哪兩種學生呢? 第一種就是常常要飛來飛去出旅行的學生 第二種就是要回船 因為他們可能上班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會過一多小時 沒有什麼要做, 想彈吉他 以往來說真的沒什麼辦法 不過有這支這麼輕的吉他Lily 其實他們就可以在不同的過程中 享受到彈吉他的樂趣 它有幾細枝, 大約是28吋長 我亦給了一點點示範 假設你約了朋友去BBQ 你要握個背囊去 那他可不可以塞進背囊裡呢? 絕對沒有問題的 塞進一個這麼小的背囊裡呢? 基本上你拉著那個拉鍊 其實他就突出這麼多出來的 就像個配件一樣 你就想像一下吧 就是你握著 他就是這樣了 OK? 對, 細細枝也挺可愛的 好了, 說完它的尺寸 以及說完我設計的原意之後 其實我也想和大家看看 它的琴的部分 最搶眼的地方 莫過於是一個挑通的透光的花圈 還有這一個這麼有趣 好像兩片騷擾的琴橋 其實這些我們有一點的意思 就是想它模仿一下 以前一些古典的時期 所流行的一種樂器叫做 魯特琴 它們都是這些挑通的花 加上是一個像騷擾的琴橋 製造這些對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難的 因為這些挑花和製琴橋 對於製琴師來說 都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 所以本身很多人就問我 阿楓, 這枝大藥會何時出呢? 我當時也是說十二月中的 為何要到第一月中才會有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步驟 就放慢了一倍的時間來做 令到它可以更加仔細 以及可以做得更加美觀 亦可以之後用下去的時候就更加穩固了 但有很多人就會問 阿楓, 平時我看的結他這個孔開得很細 現在開很大 現在這麼少是挑通的時候 聲音就會不出 其實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設計了兩個音孔 兩個音孔在兩邊 在側板上面 這些側板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裡面的氣 轉不出來的時候就可以在這裡出來 所以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第一 一般的結他Lily 只是可以在前面出 我現在就這樣彈 就在上面出 自己聽就做清楚對面的聽 所以音量是非常之夠大的 很多人我昨天試的時候 就以為在旁邊聽到 要我用一支大結他 我待會試一點點給你們聽 除此之外 也是因為開了側板的問題 其實在共鳴轉的時候 也會減少低頻性 出現的噴噴聲音 這是製作上的問題 越細的琴 通常低音都會不太能去到 所以通常很細支 其實沒有什麼結他 多數都是結他Lily 但結他Lily是高音的 整支都是很高音的 沒有什麼低音的問題 所以也在做了這件事 去改善它了 除了在這件事我下了功夫之外 大家看看這條頸是白痴痴的 這條我們叫封木頸 封木頸其實是一種比較硬的木材 封木頸的原因是 其實當時的設計 我也是想它的低音再收多一點 而令到它的低音可以做到實驗肥 不會很厚的 聽到它是很蒙的 封木可以減少 或過濾了某程度上的低音 令到它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更清澈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看 而底板和側板 就用了Indian Rosewood 的甲板 你看到Indian Rosewood 亦都是在結他製作裡 經常都會看到的木材 你如果要找一支 Indian Rosewood 比較大的 品牌的一種 免單的琴 我們叫免單 因為這塊是一塊 Stand 板 Solid Top 我想市值大約要 三至四千元 即是一些比較大的品牌 最便宜的價錢 所以我將這組的配置 塞在這麼小的琴裡 希望可以打造成一支很清澈 和很大聲的琴 它是做到的 待會我會試給你聽 最後我們看看這個 就是琴頭 還有一個燙金的標誌 封字 每支琴都會有獨立編號 由001排到100 也會在上面的標誌 會寫你的名字 寫 A special made for Dududu 對 是一個心意 只會還有100支 至今已經不太多症 不過信眾要求 都要拍一段影片留念 來到大家最關心的部分 大家聽聲 接著 好,大家聽到其實這支琴真的跟我製造的期望是很相近的 坦白說,其實很感動的,因為原來這麼細緻聽起來是可以有好似剛剛那麼清,還有高音那麼飆 特別留意我剛才彈這些高音高倍的聲音,通常這些吉他仔都不太擅長在這些地方發揮 但Flora是相當稱職的做到,而且非常非常大聲的 現在其實都未能發揮到它的真實實力,原因是因為這支琴其實是大吉他,不是小吉他 不過之後我會繼續去研究究竟配什麼琴會令它更好聽 就是這樣了,Fastle Chord那些都很好,你可以聽聽 非常大聲的 之後我會有機會用這支吉他仔錄一些Finger style給大家聽聽,大家要密切留意 最後也想說一下它的配件,因為都是一個驚喜 想不到真的找到一個超級漂亮的,它的專屬口 把上去是非常適合的,為何說它超級漂亮呢? 你看到平時外面買的木盒,其實它沒有這個拱背 你看到這個是拱起了,通常都是平的 拱起了,當你受力的時候,這些位置一壓下去,其實它可以做了一個緩衝 好,對這支琴的保養非常好,而且你能看到扣,車線都做得相當美觀 這些盒子,如果在一般的琴行,或者要找到大約級數 可以坦白告訴你,有牌子的,寫著一些牌子 都要差不多兩千元,1500至兩千元左右 我就找到這樣,我覺得是相當驚喜的 不過很可惜,我有的數量不多,只有五十個 至到現在為止,就只剩下二十個左右 因為已經有三十幾個,就已經要了這個盒子 另外這支吉他,也可以加上一件事 我們叫做尾釘,加在這個底部 就可以方便你搭配皮帶的背著,一邊走一邊彈 所以就是這樣,收到一個很可救的內部消息 就是,剩下的一百支,這支是相片 剩下的九十九支,已經在運送途中 很大機會,星期六至星期日就會來到香港 為了保障一些之前已經被訂的同學 所以在星期日開始,我會把這個二零八百優惠價 調高它應該要值得的價錢 因為我剛剛所說,其實它的配置是相當講究的 是三四千元的配置 不過對於我來說,其實這支是一支心意 那麼多於它是一個商品 所以剩下的,不是很多支 因為一百支裡面已經有七十多支 已經有人認了 剩下的那些,我都會打算放在這裏 可能遇到一些很想要,很喜歡的朋友 我才會給它 所以如果你想把握最後這個機會 你要記得在星期日之前 要WhatsApp,或者你在Facebook 或者你在網上的表格 那裏跟我們說你想要的 我們便會留給你了 真的不太多 所以剩下才行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繼續聽我的頻道 以及看著我們的動作 如果你不想失去我們的訊息 記得在Facebook的贊下 按下接收通知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拜拜